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胃是病之西虫流行与防治 地理分布 本病呈世界性的分布 主要流行区在东南亚 我国除新藏 新疆 内蒙 青海 宁夏未见报道之外 目前至少有27个省 市 自治区有本病的报道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寄生虫病调查报告 阳性率为1.71% 第二 流行环节 传染源 能排出虫卵的人和肉食性哺乳动物 是本病的重要传染源 包括病人 病畜 带虫者 本病是人寿共患病 保虫宿主是流行的主要原因 转系宿主如野猪等 在流行病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播途径 人的感染主要是 经口食入含活囊幼的淡水蟹 拉菇 生吃和半生吃淡水蟹 拉菇 及其囊幼污染餐具 隐生水 生吃和半生吃野猪肉等 都可以导致感染 第一中间宿主穿卷罗有十多种 第二中间宿主淡水蟹 能传播未知病之吸从者有二十余种 易感人群 人群普遍易感 防治 首先不生时和半生时 吸泻拉菇 不饮生水 治疗药物主要是比奎铜 感谢您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